喜欢看香港影视剧,尤其是江湖片、警匪片的朋友,应该对作馆、扎树、双华红棍等名词不会陌生吧?这些其实都是黑社会社团中人的等级执司。那么,你知道这些执集具体是做什么的?其名称又有何来源典故呢?图片来自东方IC。原来,传闻香港的黑社会又称三合会很讲究传统文化底蕴,其等级执司都很有典故。 比如大家熟悉的作馆,以前称为乡主、山主、大陆元帅等,一般认为就是某社团的最高负责人,又称为489,意思是4加8加9等于念一,念一就是鸿门的红字的核心部分。香港社团中人向来标榜自己是鸿门中人,图片来自东方IC。那么,鸿门又是什么意思? 原来,历史上的鸿门,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天地会,没错,就是为小宝师府陈济南那个天地会。天地会名字,来历是一拜天为父,二拜的为母。天地会是对外称谱,对内自称鸿门。 鸿门的红字,是指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的年号红武的红,因为天地会鸿门是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的,所以推崇明朝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刚才介绍了作馆489,其下一级就是二路元帅438。这次同样是加法4加3加8等于15,15是纪念红文前五组,中五组,后五组共十五组。 438中的3还指红字的偏旁三点水,8指的是红字右边下方的8,438与489作馆合起来就是一个红字,意思是他们两人共同构成了社团的核心。 二路元帅其实相当于顾问、元老,他们多数有地位无实权,一般由退任作馆担任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相对于二路元帅,红棍尤其是双花红棍似乎更为人所熟悉,红棍,又称为426,计算方法是4乘6再加4,等于108,代表梁山伯108好汉,因为很能打的武松是使用红棍的,所以取用此名。 红棍又称为12底,4加2加6等于12,一般认为红棍在社团主刑罚,所以都是打兽之类。 据悉,以前必须是曾经担任过红棍的人,才有资格做作馆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双花红棍就是社团内最能打的,也就是俗称的金牌打兽。 为啥叫双花红棍呢?因为传闻就使双花红棍者要在两肩上分别纹上一朵牡丹花,故此称为双花红棍。 当然,后来主要是一种称号,未必一定要纹上双花,据悉著名动作影星陈慧敏就曾经是某社团的双花红棍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白纸扇,一般被视为出谋划策的军师之类角色,与负责武力的红棍刚好形成对比。 白纸扇又称,415,算法是4乘15再加4等于64,64至一经64篇。白纸扇又名实底,4加1加5等于10,主要负责讲述以及管理社团财务及扎述。 就使白纸扇者,守执白纸扇,该扇共有两片厚扇谷,13片薄扇谷,代表明朝的两经十三行省。 鸿门的第一位白纸扇,就是陈浸南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草邪,又称432,即4乘32再加4,等于132。 这个典故知道的人应该就不是很多了,原来132是指古代少林寺128名僧人曾经与自明平民,一起抵抗外族入侵的故事。 因为和尚多穿草鞋。 顾名 草鞋又名九底,4加3加2等于9,主要负责社团内外联络事宜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49,只经过入会仪式入会的普通会员,4乘9等于36,因为入会时需背诵鸿门36是。 顾名四九。就是,如果有人入会三年后还没升级的话,会被人笑称老四九。因为社团中人的职集很多都有数字表述,所以在香港,社团中人又被一些人称为数字朋友。 而之所以都是四字开头,据称有两种说法,一是四海之内接兄弟的意思,另外一种说法,是指鸿门高西庙前香炉,插有四十字枝香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 谢谢大家。